哈喽大家好 小老妹我又来送瓜了 说到张博之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吧 作为挺老心人心中的女神 张博之的人气一直都贼辣狗 近期张博之也是非常有勇气的 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 和一众三十家的姐姐们同台比骗 看上去啊 尤为心酸啊 因为张博之无论是唱歌呢 还是跳舞呢 说实话呀 都不算是挺不彩的 在出舞台的时候 就利用自己的观众缘 继续演唱了心与心愿不好感 本以为呢会获得观众的认可 但是啊 却用自身唱歌跑调 跟实力不佳的原因 备受指责呀 所以啊 张博之在出舞台的时候 滑铁炉了 网友们对他的真实实力 也有了一定的看法 张博之唱跳都不行 为啥还得上岗的参加浪姐二呢 无非啊 就是为了翻红啊 正如现在被淘汰的浪姐金桥桥所言 上浪姐二并非本意 仅仅是为了翻红 张博之也是如此 作为四十家 并且还是三个孩儿妈妈的基础上 哎 张博之的压力是贼俩大呀 所以啊 他也只能是硬着头皮 上节目博取热 他想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跟成就 然而最近的一期 张博之拥一个眼神上个搜了 引发热议 节目已经进行到 即将第三次公演的环节 所以也迎来了三位踢馆选手 分别是苏运营 杨成林和曾李 其中曾李的热度那是老高了 他在节目中下车的一幕 也备受大家承赞 看得出来 曾李是一个非常有气质 长相也塞拉精致的小姐姐 相信你们也不会忽视了 他的颜值吧 即使曾李也已经是四十家了 可是依旧风云有存呢 当四十四的僧 怕进演播大厅的那一刻 现场的琴子 瞬间都不站起来了 无形猪笔唱 荣主人等人 他都忍不住欢呼雀跃 然后姐姐们的表情 一个比一个夸张 看来姐姐们也是被曾李 美貌经验到了吧 这时候切换进口 当曾李完完全全 进入演播室之后 无形立马 一把就给曾李搂上了 俩人开始追思过往 那更有意思的是 杨玉言跟王欧俩俩人 竟然瞧瞧瞧地看向曾李 拿眼睛 拿死一扎也不咋呀 当然了 姐姐们反应如此真实 可小老妹 我还是唯独关注了张博之 曾李走向 娜英这边的时候 张博之的眼神都亮了 即使张博之 已经是撒孩的妈了 可当一个大美人 站自己面前 张博之也像是 没见过世面似的呢 没有喝血就不会有亮点 张博之虽说 全程没开口说话吧 但是眼神 是真的眨都不眨地 看向曾李 那细心的网友 指定都注意到了 张博之眼 似乎是被瞳孔去震了 他一开始眼睛眯一眯的 但曾李越来越靠近自己的时候 张博之眼睛忽然睁得老大了 然后呢 连眉毛都上扬了呢 一瞅就知道 他沉迷在曾李的颜值当中 不能自拔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一直觉得自己 是门面担当的张博之 也产生非常强烈的危机感 毕竟自己 虽然实力不是很好 但是生在脸蛋 颜值贼拉高哦 所以观众对自己 还是挺买仗的 可这次曾李的加入 实力先不说啊 颜值上确实对自己 有很大的压迫感 张博之就只有狗地 瞅着曾李跟着他转 要知道在张博之神言实戒 他只承认过 李子比自己漂亮 哎 果然美女都爱看美女哈 由于跟娜英合作过 所以曾李也直接 就越过了张博之 向张博之身边的娜英打招 我再一举道 那也是让张博之感到 非常无奈了 所以张博之 站在各位姐姐之间 对踢馆的三位新人选手 是毫无互动啊 在人群中呢 他略显了心酸了一点点 不过呀 网友们却开始对曾李 跟张博之之间的颜值 进行了比较 不少人都觉得呀 虽然李子长相 挺有气场 也挺有汉的 但是跟张博之相比 是略迅了一筹 对于曾李的美呢 是众所周知的事儿 在她的同班同学里头 女生有张子怡 梅婷 袁权 胡静 以及秦海璐 这些 那都是个顶个的美女啊 但是曾李一进学校 就吸引了全校同学的目光 秦海璐说 她是班上工人的班华 刘耶曾在采访那时候说了 当时呢 同学下课之后 就蹲门口 只是为了瞅一瞅 这个传说中 工人最好的大个儿 大清一眼 但曾李啊 好像没那么大欲望 一直感觉是无所谓呢 曾李呢就 曾李怎么说 曾李就 曾李条件是我们公认最好的 就大个儿 大清一 大清一 但曾李好像 没那么 没有那么大的欲望 想一定怎么样 曾李是那样 曾李一直感觉 不是那么大 原来竟然就 还无所谓 竟然就 曾李是那么 比较平和的 比较平和 或许是她不和 就是因为这样 佛系的性格吧 每个人对成功 对生活的追求 都不一样 如果曾李呢 是喜欢最著名利的人 他可能也跟 他当年的同学一样 让观众耳术能详了 可偏偏 他不是 恰恰 这也是他最让人欣赏的地方 风轻云淡 做自己稀罕的事 演自己喜欢的戏 做自己的生活 不争也不强 超然无外 矮况且来到浪姐二的舞台 曾李靠的不仅仅是美啊 三宫舞台上的她 让人惊艳的 除了曾李好美 再次登上热搜之外 她再次证明了一句话 从轻衣到演员 从北京到厂商 从居厂到舞蹈室 曾李在不断挑战自己 不破自己个人呢 向观众展示一个 不一样的自己 小伙伴们觉得 张伯志跟曾李 谁研制更高一点呢 赶紧快来 跟小伙伴讨论一下了吧 得 今天视频道歉咖就先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啊